来关心向来是热门观光景点的小琉球 现在明显游客人潮变少了 在地的租车业者到摊商 民宿 餐厅都很有感 生意直接掉一半 更惨的可能一整天都没客人 这座都没人租 车棚里继续停得满满满 原本畅游小琉球的热门代步工具 如今租矿不在 人家买炒了一半 我做不贵 就像做自由落体 生意直接掉一半 讲到武汉肺炎冲击观光 小琉球在地业者第一反应 烤箱床台湾客人寥寥无几 伴手礼店也几乎没生意可做 疫情影响民众出游意愿 即将到来的228廉价商机也没了 原本满房如今退订电话接不完 餐厅一样惨 白板上一一写上取消两个字 有时候整间餐厅只有一桌客人 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 玩得比较开心 因为比较少了 有游客逆向思考 但不论是散客或团客 多数请上先不出游 小琉球业者就说 这波疫情比起淡季更有寒冬feel 只判危机尽快解除 记者综合报导